台中热气球加年华 Hello 大家好我是Ron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参加 2023年的台中热气球加年华 想要看热气球 这次终于不用再跑到台东了 那我们这次参加的是由东四林厂 举办的相约热气球一博二十的专案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 感受热气球加年华的热道之余 还可以入住这边的森林小木屋 享受悠闲的山林度假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啊 大家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关注我的影片哦 那废话不多说 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吧 那我们刚刚完成报道了 刚刚那个柜台小姐啊 真的是超热情的 就是跟我们巨细名誼的讲了 东四林厂的一切怎么玩啊 怎么吃 哪边怎么走 就是反正讲得很详细啊 那他给我们一份那个DM文学 那还有他们的这个就是房间的住宿 那他们东四林厂的话 他们进来的话就是可以免费的品名 就他们就会给你一张券 可以直接他们的民宿公园那边泡茶 那他们游客中心的部分啊 晚上会有提供就是免费的爱玉DIY可以做 晚上的话还有一个夜间导览 那我们到时候晚上的时候来做爱玉 然后来做夜间导览 那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咯 那我们到时候再看看咯 这边啊就是刚刚那个柜台小姐 给我们推荐的官日平台 然后这边啊 可以从这边看到下面的大安息 那因为今天刚好 因为有台风的关系啊 所以天气盈盈的 不然的话其实拍起来应该很漂亮 所以我们先来这地方泡茶 他们刚刚入园的时候 给我们一张那个免费的泡茶卷 然后他就在这个地方泡 好我们等一下进去看看 就是进去喝个茶时候来休息一下 那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个卓竹园 他们说他们的卓竹园 他们是天然的温泉水 可以在这边泡脚 那因为这都是免费的喔 在路上还有贴这个小蜜蜂 还蛮可爱的 走下来这边一小段就是卓竹园 今天有人在泡 还蛮特别 你看它是温泉色的耶 你看它是渐变色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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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特别 真的好特别 有人知道这什么花吗 我们现在从小木屋出来 准备要去吃饭了 那我们等一下过去看看 那边看菜色怎么样 你看它 他们家煮饺 感觉还蛮厉害的 要上来就QQ弹弹 炖的很入味很好吃 所以猪脚真的很好吃 嗯 咖哩的不错 它味道很好吃 它骨髓里面也好香喔 我觉得他们家猪脚真的还蛮好吃的 炖的很透 那因为晚上的话 是我们这次参加活动 它有包含在里面 那是他们的这个花朵冰 他们家说他们的这个花朵冰 是原汁下去做的 真材实料 芋头的好香喔 好好吃喔 你知道这两个果实 我们等一下再来分辨一下 那为什么叫他们家艾薇 接着艾薇它的名称 其实也是一个人的人名 是喔 我们亲身就台湾有艾薇呢 我们刚刚抽完艾薇 他是说中间需要等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 他刚好趁这段时间出来 然后他又带我们出去做夜间导览 我们看到萤火虫那么大只就好了 就在转出去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台湾百合 百合花 台湾百合 我们的颜伸种 抓得到 你现在要抓是不是 嗯 嗯 你真的有看到 有 有耶 有耶 刚画面有亮 我都摔到了 来 来 放哪里 放我手上 放我手上 好来 阿拉阿拉你看 你看看 幼虫叫 三双银的 三双银的幼虫 好大只 为什么麻麻虫这么大 然后他长得更小 是不是不是麻麻虫 这是那个萤火虫的幼虫 它屁股会亮亮 把灯弄掉 有耶 真的亮亮的 来 屁股亮亮的 真的有 有画面里面也有亮亮的 他是一个警告 我在这边 你不能来 来踏到我 有哦 那个萤火虫也这么大只吗 萤火虫小小只 那它为什么这么大只 小幼虫的时候 好大只哦 好大只哦 真的蛮大只 莫竹节虫 我第一次看到 要不要比一下手 还蛮大只的 可以 大只很长哦 还蛮大只 在几公分 这个 这个十公分有哦 好大一只哦 好大一只 好大一只耶 好赞的哦 这只很大只 很大只哦 对这只很大只 这个 这个啊 哦哦看到了 好糖啊 不大一样 你看他的手啊 他是绿色的 他的手啊 做完倒了 我回来看阿姨 哦哦哦哦 然后用来汤匙 对汤匙 咬一个看 哦哦哦哦 咬呦 咬呦 来来来来 示范一下你看看着 哎呦 哎呦 懂 懂 哎呦 哦哦哦 成功耶 成功哦 那帮你加这个料 蜂蜜柠檬 好啊那搅拌一下 自己品尝 自己做的好不好吃 亲手揉的爱玉 感觉比外面的爱玉 还要再红红一点 这可以再加一些 对对 很好吃的 它就是口感上面比较细 自己捏的果然比较细一点 经过一碗虫鸣鸟叫的 晚上 脆的还行啦 就是反正 我们现在去吃早餐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吃完早餐之后 再去参加他们的那个 热气球加年华 嗯 有 然后 程 結果來了之後,下了一陣大雨 那現在這邊的話,他們這邊就是有一些攤販 那我們等一下簡單先大家逛一下 那因為熱氣球的話,他們是說大概是下午四點的時候才開始飛 那我們現在時間是差不多三點半嘛,還有半個小時 等一下熱氣球就會在前面這片草皮這邊飛 那帳篷區那邊,他們現在那邊有一些活動表演 因為剛剛下了大雨說,把那個熱氣球的棚子 現在都先用帆布包起來 可能還要再看一下氣候適不適合飛行 因為畢竟現在颱風 四點之後,工作人員們入區開始布置熱氣球 但由於颱風影響,現場的風越來越大 天空也開始飄起毛毛雨 後來工作人員也將帆布蓋上熱氣球 現場的人都在耐心的等待主辦方最後的通知 焦急之下,我們也問了現場的工作人員,詢問現場的狀況 下會灰嗎? 好,最近,現在有沒有下雨? 所以現在也是在等就對了 對,要等,風很大了,我們沒有辦法暫停 這個風還好嗎? 不行,因為它完全沒有,它很急 它會整個這樣子,搭席的會晃 就對了 如果是這樣 然後下雨,下午可能有颱風的關係 對啊 那我們剛剛問了他們的工作人員 他們說因為現在的話,就是 側風有點大 那他們說因為晚點如果下雨的話 或者是風太大的話 有可能就會不飛了 反正希望能看到啦 那如果真的看不到的話 我們就等電視新聞的報導吧 哈哈哈哈 由於後續工作人員告訴我們 他們還在觀察風向跟風速 還沒有確定是否可以起飛 我們只能焦急的等待 心裡七上八下 不知道能不能夠順利看到熱氣球起飛 我們看著天空中的烏雲跟澳香中的風箏 感覺時間過得很慢很慢 希望颱風能夠避開這裡 讓我們可以有機會見到熱氣球的升空 剛剛他們工作人員在那邊開會 現在剛開完會 解散了 不知道結果如何 我看到他說OK了 好像要飛了喔 是嗎 黃天不復苦心人 終於讓我們等到了 從原本預計的四點等到現在快五點 隨著工作人員拉開帆布和展開球體 我想我們的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 熱氣球,飛吧 好大片喔 非常架 Problem 一瞬間欸 喔厲害 一看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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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大喔 超大的 我比想像中大很多 哇! 又起來了 又起來了 剛剛主辦單位好像是說就是先飛起來就是先充個氣然後看看先測試 但他們好像說可能不一定會飛啦就是充個氣給大家看看這樣子 反正我覺得也算是過過乾癮吧第一次看熱氣球覺得還滿新鮮的 但是他真的是沒有想像到說會這麼大耶 真的是突然覺得人類之渺小啊 真的耶 哇! 要收起來了 哈哈哈哈 過了一把乾硬 哈哈哈哈 現在有點開始下雨了 開始飄 就有點小可惜雖然沒看到升空 那因為天氣的關係就是主辦方最後還是決定說就不飛了 就是只有剛剛那一段給大家這樣子稍微看一下它膨脹的畫面 至少好歹我們還是看了一些 因為第一次看這個東西其實心中還是滿興奮的 那雖然說因為美洋法肥有點小遺憾 但是我覺得還算是不錯啦 因為以往其實熱氣球它都是要到台東去才有辦法看得到 那現在因為其實台中這邊也有了 那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還不錯的機會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 大陸也有一種不知道叫什麼 它應該叫霹靂 其實這個應該是第一個發現的人是大陸人 喔是喔 大陸的彭安這個商人來台灣 他做山產的買賣 啊在買賣的同時裡面喔 因為到山上他口渴了 啊順水就水流啊 手飄一下來喝喝看 哇止渴啊 他再來發現到 這個水怎麼有點膠質 而且滿可口的 他就順連這個往上找 然後看到一個爬坑的樹喔 欸怎麼結得這麼多的果實 而且地上還有一些膠質的走出來 因為他不知道名字啊 但是第一個人發現是在嘉義發現的 嘉義 那發現完之後就帶了很多的果實回家 啊因為太多嘛 所以就分送給一些親朋好友啊 送給隔壁 那隔壁這個小女生裡面喔 把這個膠質喔 再擠出來之後 欸 他變成一個很好的農飲品耶 為了他的口感更好 他就加檸檬啊 加蜂蜜啊 欸就開始賣了 在賣的同時 那邊就好玩了 啊你賣這個什麼東西啊 他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是隔壁阿伯給我的啊 啊但是喔 那個小女生裡面的剛才叫愛玉 愛玉來一杯 愛玉來一杯 喔 把那個愛玉來一杯 後來前天這個叫愛玉 但是愛玉跟這個就不一樣 這個叫皮律 皮律喔 現在看的比較多就是那個牆壁上的爬坑啊 做遮蔭效果比較好的一種爬坑植物 這一種呢 它的果粒喔 其實也可以洗 但是它的果膠膠質 就沒有來的這一顆啊 這一顆隨便搓一搓洗一洗 所以喔 它就凝固了 它因為果膠含量比較高 那這一顆呢 果膠沒有到它的三分之一啊 所以說等於說 這個呢 如果再洗的話 洗不知什麼樣的東西來 反而這個 一搓一洗 它就馬上凝固出果膠 所以有人說搓愛玉 洗愛玉 是這樣的 因為取決於它的動作 搓或是洗 所以等一下在操作的時候 我們也叫它叫洗愛玉 好 名字由來是這樣的來 但是這個裡面特別的是 比較專業來講 它應該叫 林曉峰 愛玉曉峰 這在愛玉曉峰裡面喔 其實不要小看它 它只要這裡有一個洞 那個小小的一隻鬼嘛 其實跑過去裡面 在公的花粉走一走一出來 然後跑到母的跑進去 又跟它走一走這一顆就受粉 所以公的一定要帶花粉出來 才母的才會結果嘛 同樣的一顆裡面 這一些的蜂 他們很厲害的一點 他們知道 他們帶了熊花的花粉 穿到母的 進去 脂肪瘦 他們就會結果 所以結出的果實是長這樣 這一顆 裡面有沒有 細細小小的 像我們在吃的 我們叫無花果 很像喔 很像 其實你如果下一次 你把榕樹 你跟它拔開 像這個 種子都很像 他們都有一種叫林曉峰 這個過來叫愛玉曉峰 爬過來弓的 爬過來我們本來就受粉成功了 你用它的這一顆 刨皮刨一刨 破開 曬 曬乾又扒開 就變成這樣子 但是經過加工 稍微加工之後 它本身就會像這一顆 它的種子起出來 你看就是這個 曬乾的 曬乾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的時候它長得像什麼 曬花劑 雜草的種子 很像雜草的種子 所以有人叫他這樣 曬花劑 曬花劑 是這個 這個過來的 種子用出來的時候 你就必須搭配它的比重 所以這個叫 一公克的種子 要100cc的水 那那個水要用什麼水 不能用原水機的密滲透 它把所有的礦物質都給破裂掉了 它就沒有辦法解凍 所以一般裡面家庭要用的話 你可以用自來水 燒開 放滿 來止可以 礦泉水也可以 但是千萬不能用密碎到的水 你就洗不出膠來 所以一般裡面是 1公克 100cc 那我這裡放 5公克 500cc 500cc的水 所以等一下要拜託你們 要去洗少了嗎 對啊 對對對 可以 一手拿著線條 對啊 一手在裡面 泡在裡面捏 對了 就是這樣 你稍微注意看 現在設置是這樣 等一下抽一下子 顏色就會變 我們那個水的顏色就會變 它再給你抽 有欸變滑滑了 有滑的 有開始滑滑就表示膠質 有開始滑出來 就是捏起來主力感越來越重 對對對 開水一滑滑到不滑的時候 反正你變滑滑了 這個手淀液捏 你可以拿出來看一下 色澤水 色澤沒有變的 你在游了喔 然後跟它淋乾 水有點變 淋乾 再跟它淋乾 欸對 然後快繼續泡 泡了以後再捏 對 就是對 對 看顏色會比較深 那就是 你看 這捏了大概十分鐘 捏了快十分鐘 有嗎 有十分鐘 老師你看這樣顏色可以嗎 好 就還要再三天一點 還要繼續啊 這樣子的色 我原來 抽了十分鐘 好老師 我就蓋起來了喔 這樣就行了 我就用寫了葛媽蓮布 等一下你們葉光回來 就給你清了 slider ник 加入 閃終 加油 可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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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